Hello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今天去给大家讲恐怖系列,世界奇妙诡之给我开门 故事开始,女主和男友正躺在草坪上望着天空 女主感叹道如果能看到星星就好了 男友则说要是在山上肯定能看到 这时女主的两个朋友正好过来 邀请女主和男友去她家山上的别墅过周末 女主想着能看到星星就愉快地同意了 于是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可出发前,男友打电话说离世有事去不了了 等忙完自己过去找他们 女主听后有些难过 但也只好先随两个朋友开车去了别墅 由于别墅离世区很远,开车开了很久 天都黑了,而且雾也越来越大 女主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等女主醒来后,三人已经到了别墅 女主问两个朋友男友到了没 可没想到朋友的回答却是 男友在来的途中出了车祸 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刚刚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说抢救无效已经去世了 女主听后难以置信 邀请医院看男友 但朋友却说现在雾很大 根本下不了山 女主想打电话给医院 却没有信号 女主很崩溃 朋友尽力地安抚她 等女主冷静后 三人待在客厅中等雾散去 可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随后是女主男友的声音 让女主开门 女主想上前开门 但被两个朋友拦了下来 说这肯定是她的灵魂 可能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所以不能给她开门 开门就会把女主带走 之后两个朋友分头检查门庄 防止男友的鬼魂进来 男友则一直和女主说着过往的经历 过往的幸福生活 突然楼上一声巨响 女生独自上楼查看 男生则留在楼下看着女主 女生到楼上发现房间被翻得烂几八糟 灯也一闪一闪的很诡异 忽然女生的背后出现了一个影子 不知看到了什么 女生被吓得大叫 男生连忙上楼查看 发现女生都被吓得抽搐了 这时只有女主一个人留在了客厅 突然女主的电话竟然响了 是男友打来的 女主犹豫再三还是接了电话 男友不停地说着甜言蜜语和曾经的承诺 女主听后有些心软 最终女主没有经受住甜言蜜语的公式 打开了门 可门外什么都没有 突然上面出现了两只手 女主抬头一看 男友正面目睁睁地看着他 女主被吓了一跳 连忙往屋子里跑 可还是被男友抓住了 拖出了门外 两个朋友也没来得及救女主 可画面一转 女主竟出现在医院的病床上 男友在他身边温柔地看着他 看到女主醒了 男友很开心 并告诉女主 自己本来准备去别墅和你们会合 可中毒听说你们的汽车坠下了悬崖 那两个朋友在送来医院的路上就去世了 而女主也昏迷了一个晚上 于是她不停地叫女主的名字 现在终于醒了 女主也意识到原来刚刚只是做了一场梦 松了一口气 可突然医院的门又响了 这次敲门的是那两个朋友 他们不停地喊着 给我开门 女主很崩溃 看了一下男友 男友就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突然间又出现了两只手 故事就到这里 看完这个故事 你们觉得到底谁是人谁是鬼呢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哦 如果这个故事吓到了你 露露就讲一个最不恐怖的猜想 其实这一气只是女主在车里睡觉时做的两个梦 这样想是不是就不恐怖了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更多世界奇妙舞的恐怖片 惊悚片 乐乐以后接着讲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